大家好,我是小枫 刚赶大机回来,给我奶奶买了点水果 给我奶奶塞去 别饿了,奶奶还没在家啊 车在家吗? 车也没在家 可不啥,小饭去了 打电话,喂喂? 喂喂 今天够热的 那可不 30多度呢 拿一扇子,那可不啥 穿满子去了吧? 不让我去 喂,在哪呢? 在外头呢? 我到家门口了,给你送好吃来了 你来吧 回来吧 猪啊 嗯 来吧 等着吧 门儿吧 不如我找你两个鸡丹粉 山毛有了 这大树野这挺好 再不回我都把瓜吃了 你再坐摊这,往摊这一躺 这小三分车一蹬 看哪小碗子 有一片酒我想卖老酒的 卖酒? 一喝,不留根,喝了还卖 我这个是老酒 是在地窖里藏着的 这个老酒 这不炸弹吗? 嗯 正大门的好酒 先上屋吧,水热 看漫厂 师傅 赶紧先生 您买个大韩米瓜 又买点甜瓜 是 这瓜是什么 大黄瓜 有吃吧 嗯 我正想瓜吃了 我想这个瓜吃了 喝点吧 我这大片酒 还卖了这酒 这个是多少年他说买老酒 老酒贵我买新酒喝 是这贵的 买一瓶的买好几瓶酒 买了这酒多少年了 有20年了 这啥酒啊 老酒啊 那个面都没有 那 鲜头的酒一般他都没面 这小摊儿不乱 是吧 你上次卖这酒家给多少钱呢 他说够150 哎呀 之前有20年历史的老酒都给150块钱 要不我咋没卖呢 我快拿回来了 我牛奶都回来了 150我都卖 我可不卖 我还留哥喝呢 还有汤 那里有酒呢 奶奶酒有多少度啊 吃不到多少度呢 都是说是高龄酒 原来奶奶 现在请了您 请我干啥呀 我请您吃羊蝎子去 回来把这酒喝了尝尝 喝 你真是肉 没点肉 我没卖 完了你给我点上了 还吃羊蝎子 吃了你蝎子呢 要不喝也是饭的呀 拉倒去吧 大家看看 我奶奶这瓶老酒 要是正常卖的话 能值得钱到我 昨天 在大壳里边摸的天罗 一会儿给我奶奶 做到下酒菜 这已经泡了一天一宿了 淤泥已经吐干净了 表面杂质也洗净了 锅中倒水 放入虫段 姜片 辣椒 花椒 先盖上锅蛋 烧至水开 水开了 往里放盐 放入洗净的天罗 煮熟了 盛出了一点 给我奶奶做一个爆炒 剩下的就是个汤里泡 让入味 倒入 葱 姜 蒜 辣椒 花椒 一大勺豆瓣酱 一大勺豆瓣酱 咸咸果饭 不得弄辣酱 哇 小味可以啊 有饭店的味道 有点鸡精 尝尝我炒 咋样啊 尝尝我炒咋样啊 尝尝可以不 这是那么意思不 好嘞 唯一一点都是没掐椅子 偷懒的 尝尝大厨炒的肉汤 味本的可以 嗯嗯 真可以啊 可以吃 炒天罗 旧啤酒 吃完了老太太豆 敲骨 敲骨 一把 我给你敲骨 你们敲我当馆头 哈哈哈 找他啊 哎 再倒一碗 没白鱼吧 点入味了 啊 没白鱼也可以 吃饱了呀 吃饱了 喝酒了 你吃饱了行啊 我也吃饱了 吃饱香的 跟俩说的好事啊 啥好事啊 好事 这是什么好东西这边 有啥好事的 就是上岚的跟我们分享啊 我一个网友 是咱老乡 是咱纪线有武装人 目前呢 在市里头 一家视频有限公司上班呢 当小售货经理 给我发来死信呢 想让我给他们做直播带货去 人家的公司 人家的公司是专门做糕点 蔬食 还有动货的 三十年就老牌公司了 人家一年的手艺 能达到仨艺 喝 都是这件事 这叫上亿神价的大老板 大公司呢 哎呀 真可以 人家都是说有异象哦 可以相谈 或者说是去实地考察去 要不愁呢 哪天 我说这事啊 可以考虑 大家感觉这个事怎么样 欢迎大家给小枫提提意见